家人们 我都分回到家了 看看家里煮了什么 在外面绕围大圈 回来 发现了一件美妙的事情 我最爱吃的鱼头 我妈煮鱼头给我吃了 那个从菜市场弄回来了 二十个鱼头 每天吃四个刚刚好 这鱼头是弄卤的 给你们瞧瞧我心爱的鱼头 这个鱼呢 应该是那个 萨把鱼头 丝木鱼头啊 你看这个 这一块 鱼的这一块 这个算是胶脂吗 这可好吃了 好大块喔 它这个鱼头 这里面刺会比较多 所以刺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我都小块小块 有没有看到 它里面其实是有刺的 我跟你们讲 鱼头 除了胶原蛋白 还有什么东西最重要 就是这个 有没有看到 鱼眼睛 你看这个鱼眼睛有多大颗 太香了 我有四颗鱼头 四二八 我可以有八个鱼眼睛吃 这应该是鱼的骨头 嗯 好吃 你们有没有在吃鱼头啊 鱼头超好吃的 吃麻烦了一点但是很好吃 吃鱼顾眼睛 嗯 是吗 吃鱼是顾眼睛吗 好像是哦 胡萝卜跟鱼 好吃 像这个鱼 我一天一个人可以吃十个是没问题的 嗯 接下来是水果 然后还有番茄 番茄不是重点 其实我是喜欢喝番茄汁 但是我不喜欢吃番茄的人 但是番茄如果配上这个酱料 我就觉得完美无敌 你们吃番茄会配酱料吗 还是整颗吃 我有看到有些人是整颗吃的 那我没办法 那我里面弄喝果汁的方式 但是如果配这个 里面我妈说是加了醋 然后加了酱油 然后还有加了那个姜 你们看到这个就是姜 然后里面还有砂糖 看不太清楚 但是里面糖放很多了 你如果配上这个番茄吃的就超甜 太好吃了 而且会有点辣辣的 好大块的番茄 这个糖要加多一点 然后姜也要多一点 味道超好吃的 外面也有一些店家在卖 饭要早 不是每家店都有在卖这样子的 有这种酱料的店 还是比较少一点 这就是我今天的晚餐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哦 我也没有很饿 大概这两盘吃完 差不多饱了 我们这一集视频就分享到那边了 拜拜